近年来就随着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 那么我国的汽车产业坚持不懈的开展科技创新 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 汽车的产销量屡创新高 那么相应的出口规模也在逐步的扩大 2021年、2022年 我国的汽车出口量连续卖上了200万辆 300万辆的台阶 那么2023年呢 更是跨越了两个百万辆级的台阶 出口了522.1万辆 同比增加了57.4% 这里面特别要说的是呢 我国大力推动汽车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新能源汽车出口 为产业增添了鲜明的亮色 当前我国每出口的三辆汽车就有一辆是电动的载人汽车 全年出口177.3万辆 增加了67.1% 这也为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贡献 那么展望未来呢 我们认为我国的汽车产业仍然具有很强的综合竞争优势 也能够在持续提供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 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要